大家好,我是阿灿 五发肉买回来不要总是红烧了 都已经吃腻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五发肉特别好吃的魅制做法 方法非常的简单 吃起来软烂鲜香,肥而不腻 特别的好吃下饭 先把八块钱一斤的五发肉 改刀切成小块 再给它从中间切一刀,改成四方块 切好,给它放入碗中 再往里面打入两个母鸡蛋 然后借你发财的小手给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五发肉都裹上蛋液 抓拌好后给它加入50克的玉米淀粉 再次借你温柔的小薯给它抓拌均匀 让淀粉都沾满在五发肉的表面 抓均匀后给它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平底锅 给它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再把拌好的五发肉一坨一坨的夹放入锅中 开中小火慢煎 煎一会我们再把五发肉翻个面 一直给它煎到八面金黄 全部煎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夹起来放在盘子里备用 另外再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 碗中放入姜葱片 加入半勺食用盐 一勺料酒去腥 一勺生抽酱油 少许老抽 一勺蚝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再放入煎好的五花肉 再次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让所有五花肉都沾上料汁 抓拌均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火皮的红薯 先给它对半切开 再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给它放入盘子里 再给它摆放平整 摆好放一旁备用 腌制好的五花肉中 加入一包蒸肉米粉 再往里面加入20克清水 这样蒸出来的肉就不会干巴巴的 接下来用我自己的手 给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肉都沾上粉 然后再把五花肉摆放在红薯上面 摆好后再把剩余的米粉撒在上面 锅中水开后把五花肉放到蒸锅上 扣上盖子转中火蒸60分钟 也可以用高压锅上气压2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锅盖 哇真的太香了 五花肉也蒸的非常的软烂了 用筷子轻轻一搓就穿透了 给它端出来撒上一点葱花点缀 美味集成 一道软烂鲜香 好吃入味的米粉蒸肉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蒸出来的肉吃着一点也不会油腻 非常的软烂鲜香 绝对是五花肉中的天花板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每天都在废寝旺食的跟大家分享美食 特别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您的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衷心的感谢大家